你绝对想不到 一个变态杀人魔家里究竟都藏着什么 警察先是在冰箱内找到一颗血淋淋的人头 接着在冰柜内发现两个塑料袋 里面各装着一颗人的心脏 还有一副男子的生殖器官 这还没完 在卧室内藏有五具头骨 作案工具刀子 锤子 锯子应有尽有 就连肢解的过程也被凶手拍下照片欣赏 警察发现一个容积为216升的大头 打开后里面装满着强酸性溶液 浸泡着腐烂程度不一的三具人类躯体 甚至从他的餐具中找到部分残渣 他不仅会吃尸体 还会刻意地去猎杀人类 而犯下这些罪行的人 正是美国犯罪史上最冷血 最令人发指的连环杀手 食人魔达默 这部电影根据真实故事改变 受不了重口味的老铁青赶快滑走 1960年杰弗瑞达默出生在美国威斯康星州 和绝大多数变态杀人魔一样 达默拥有一个非常不幸的童年 他的母亲在怀孕时患上严重的躁育症 经常和父亲吵得不可开交 这天当达默放学回到家 却发现母亲企图嗑药自杀 达默赶紧叫来救护车 而当父亲赶到时 却一再强调妻子失装的 说他经常这么干只是为了吸引大家的注意力 母亲抱怨父亲只知道工作不陪伴家人 而父亲则怒斥妻子是个神经病指挥滥用药物 夫妻关系十分窒息 这不幸的家庭让幼年的达默变得十分内向 他常常会独自来到小河边抓蝌蚪 然后再把他送给老师 可别人送的都是苹果 这让同学们都觉得他很古怪 下课后男孩拿走达默送出去的蝌蚪 达默质问那是自己送给老师的 可同学却说老师不想要就又送给了他 这让达默非常的不熟 可即便是这样 换来的却是同学们口中的一具怪胎 接着达默偷偷潜入同学家把蝌蚪拿了回来 然后再往里面灌进机油 他的礼物得不到别人的真实 似乎自己就是可有可无的存在 而看着蝌蚪一条条死去 他却感到异常的心满意乎 这天父亲在地下室发现一只腐烂的附属尸体 达默伸手触摸 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动物尸体 见儿子这么感兴趣 他还告诉达默自己曾经做过的青蛙实验 把动物的头砍下来取出脑干 他们竟然还能动 看着动物的骨头达默十分着迷 往后的日子父亲常常开车 带他去郊外捡被汽车撞死的动物尸体 然后拿回家跟儿子一起解剖 告诉他什么是动物的小肠 什么是动物的心脏 就这样父亲成为了达默的启蒙老师 他爱父亲不希望他们离婚 但这并不是他所能决定的 转眼达默到了18岁 在学校期间他喜欢上解剖学 他会跟老师申请将动物尸体带回家 然后再邀请同学一起来解剖 同学们都说他有点毛病 觉得他是个怪胎 这让达默再次感到深深的孤独感 然而令他更痛苦的事情发生了 他的父母最终选择了离婚 他们为小儿子大卫的抚养权 争得不可开交 似乎忘记了达默的存在 由于达默已经免满18岁 法院并未将他裁定给谁 在母亲临走的那天 他祈求他留下来 可母亲却说他和丈夫一样都是疯子 对于他喜欢解剖的怪评 母亲想想就觉得恶心 他不想再跟这两个疯子扯上任何关系 达默再一次感受到了被遗弃的滋味 而这一次是母亲不要他 渐渐达默变成了一个人居住 他开始酗酒 性取向也在这期间开始扭曲 他不再喜欢女人 反而只有那些肌肉健硕的男人 能够让他亢奋 而这也让他有了第一次杀人的欲望 这天达默开车正在回家的路上 此时他看到一个正在跑步的帅哥 回到家后他幻想着和他能发生点什么 于是第二天他就举着棒球棒躲在草丛内 但行凶过的人都知道 这样大白天行动很容易失手 就这样他把人家吓跑了 达默很是失望 可没过几天另一名帅哥 却主动拦下他的车 男人说自己想要去看演唱会 顺路的话想搭个顺风车 达默想着这不是送上门的鸭子吗 于是便欣然同意 得知距离演唱会还有一段时间 达默提议道不如先去他家喝一杯 然后再送他去也不迟 就这样男人上了他的死亡列车 他们抽着滑子喝着啤酒 两人聊得异常投机 开心的达默还享秀了一把五公斤的卧腿 看着男人健瘦的身材 达默情不自禁地亲了上去 可男人不是弯的 他侮辱达默就是个变态 臭骂他就是个死鸡佬 说着便要离开 而达默怎么会轻易放他走 他操起雅琳直接朝男人头上砸去 就这样男人没了呼吸 他疯狂吸食着男人身上的味道 但第一次杀人的他还是显得很慌张 他将尸体藏进自家的地下室 但又怕父亲回来发现 于是便又拖了出来 思来想去他将尸体抬上解剖台 将剔下来的肉道进马桶冲走 但骨头却没那么好处理 分过尸的人都知道 骨头里面是湿的根本不能砸成粉末 于是达默想了一个好办法 他利用烤箱将骨头烘干 接着将骨灰撒在自家的后院 就这样一个变态杀人魔诞生了 后来达默上了大学 但他经常酗酒很少去上课 由于记点实在是太低 不出意外他被学校开除了 愤怒的父亲只好让他去当兵 可在军队中他还是不老实 经常将同队伍的人民运做一些奇怪的事 就这样达默也被军队开除了 此时的他已经21岁 父亲非常生气 将他丢到姥姥家爱咋咋地 达默发誓以后一定要做一个好人 他在一家肉食店找到一份工作 还想着谈一场恋爱 一切似乎都在朝好的方向发展 可来自男人的诱惑再一次让他坠入深渊 达默来到商场买衣服 却对身后的假人模特来了兴趣 于是他偷偷躲进试衣间一直待到晚上 等所有人下班离开 他便拿出黑色塑料袋展开行动 他迫不及待地脱掉模特身上的衣服 然后将假人模特装进了袋子 接着回到家打开喜欢的音乐 然后脱掉自己的裤子 就这样开始他变态地欢了时光 第二天精神抖擞的他告诉奶奶 千万不要进自己的房间 床铺自己会整理 可善良的奶奶心疼孙子 他还是走进了达默的房间 却发现床上仿佛躺着一个人 当他掀开床单一看 整个人都沉默了 等达默回到家便急忙追问自己的男模去哪了 奶奶则质问他留着那个东西干什么 那玩意不健康 好心地提醒换来的却是达默的怒吼 心爱的玩具被奶奶扔掉了 这让他非常伤心 随后的日子达默变得越加精神恍惚 他开始歪歪曾经被自己杀死的第一个男人 情到深处便在角落不可描述起来 就这样他被捕了 老板听说了他的猥琐行径也将他打了出去 他只好重新找工作 没多久他就成为了一名现血战的医生 新的工作更加方便他满足自己变态的欲望 他将新鲜的血液偷偷带回家 鼓起勇气 然后一饮而尽 就这样达默老实了一段时间 但直到这天他在酒吧遇到了一个帅气的小伙 两人相谈甚欢 都有共同的兴趣 眼看酒吧就要打烊了 达默提出不如大家去做点什么 于是两人便来到育场酒店 这是达默第一次来这种地方 也为他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之后达默经常带朋友过来洗澡 他变得越来越清车熟路 就这样成为了育场酒店的常客 但你说洗澡就洗澡 而这小子却偏爱给别人下药将人弄晕 育场老板警告了好几次他依旧我心无所 但这天差点闹出人命 老板忍无可忍最终将他赶了出去 但达默怎么会轻易结束自己的变态的行为 他继续在酒吧寻找下一个猎物 这次他锁定了五池中最亮的仔 简单搭讪之后 达默便带男人来到了高档酒店 男人问为什么不去育场 可达默却说自己从来不去那种地方 太脏了 来到房间他便开始调食秘质小饮料 就在此时男人推门进来 慌乱间达默竟然喝下了被自己下药的酒 无奈之下他趁着自己还有意识 只能又重新弄了一杯 看着男人喝下自己才放心 但等他第二天醒来 却发现昨晚一起玩耍的男人 却死在了自己的床头 这算是达默第二次失手弄死人 但他这次却一场冷静 他买来一个大号的行李箱 接着将男人整个装了进去 最后将尸体带到奶奶家的地下室 自从上次失手杀死男伴后 达默内心的变态细胞再也无法抑制 他开始在酒吧精心挑选受害者 然后把他们带回奶奶家 接着在酒里给小伙子们放进白色粉末 弄晕后便将男同志们一个一个拖进地下室 趁他们昏迷活活将其掐死 然后对尸体就是一顿饱满 而家里的奶奶怎么也不会想到 自家的地窖竟然成为 孙子杀人分尸的最佳地点 只见他成天大包小包的往外扔东西 却不知道黑色塑料袋内装的都是什么 为了毁尸灭迹 达默有时会利用强酸溶液将尸体溶解 而这也带来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味道实在是太臭了 奶奶质问他为什么地窖会有让人恶心的臭味 达默却每次都能搪塞过去 说都是些自己的动物标本让他别管 无奈之下奶奶只能找来儿子处理 父亲的一番搜查并未发现什么 因为现场早已被达默清理干净 父亲让他不要再搞动物试验 达默口口声声答应不会再做 但杀人对于他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他依然我行我素继续着自己的变态行为 渐渐奶奶发现孙子常常深更半夜把男人带回家 他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 却不愿意接受背后的真相 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直到这天 一个黑人小哥从酒吧出来准备发动汽车回家 但汽车电瓶似乎没电了 正在这时达默出现 他询问男人是否需要帮助 还说自己家离这里不远 他可以回家开车过来帮他搭电瓶 但前提是他要和达默一起回家取车 就这样黑人小哥答应了 很快他们来到达默家 他假装去拿药室实际上是在饮料里给人下药 看到男人喝下饮料顿时感觉迷迷糊糊 达默以为这次自己又得逞 可就在这时奶奶走了下来 这次他不再坐视不管 达默说男人只是喝醉了让他赶紧上楼睡觉 但奶奶却态度坚决 说要一整碗手在这里直到男人醒过来 而这也让达默非常生气 奶奶的坚持让男人获救了 清醒后他来到警局报案 说昨晚有个变态给自己下药准备对他图谋不轨 他告诉警察达默的姓名和地址 让他们赶紧去抓人 可白人警察根本不鸟这个黑人小哥 说他们会去调查 但调查也只是简单的问询 因为对于警方而言 一个30岁上下的白种男人 必定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这几乎是一种四维定势 而就是这种懈怠 让这个变态杀人魔变得更加的疯狂 达默拿出一块刚切下来的小腿肉 先是倒上橄榄油 接着撒上辣椒面 就这样小伙慢慢煎制五分钟 吃这个东西需要极大的勇气 对于达默来说也是第一次 但他最后还是将肉放进了嘴里 就这样慢慢咀嚼 吃过的都知道这玩意是酸的 但对于这个变态食人魔来说 却别有一番风味 而他食用的肉拳都来自年轻帅气的小伙子 这天一个男孩被他下了药 眼看就要得逞 幸运的是此时阁楼上的奶奶 发现了他的恶性 及时阻止了他 就这样小伙子迷迷邓邓地回到了家 父亲发现儿子非常不对劲 第二天达默便被警察逮捕 但他仅仅被判为谢罪入狱一年 而父亲则利用自己的人脉写信给法官 没过多久达默便被弄了出来 出狱后的达默令父亲都失望透顶 但他却从来没想过停止自己的变态行为 他总结以往的经验 这次达默决定在安保松散的黑人区下手 他在酒吧偷描上了一名黑人小伙 那人和达默有着共同的癖好 于是在朋友的怂恿下黑人小伙主动上前搭讪 达默这才得知他叫托尼并且是个聋哑人 托尼问他是不是对自己失去了兴趣 但其实达默并没有嫌弃他 他们一起在舞池里蹦逼 一起撒欢 互相感受彼此身体的温度 眼见时机成熟 按照套路达默又准备给人下药 但这次他却犹豫了 他想到就此收手 往后的日子两人一起约会 一起逛街 托尼是一个憨厚善良的人 他只想找一个能和自己在一起一辈子的男人 但因为自己是个聋哑人别人都嫌弃他 唯有达默不会 认识托尼之后 达默整个人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好 他会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 父亲都说他变了 似乎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但直到这天达默的变态细胞再次觉醒 他将托尼带回了家 托尼也早已看穿了达默的小心思 他主动提出两人要不要做点什么 就这样两人在一起了 第二天托尼急急忙忙的起床准备去上班 达默再一次想到被别人丢弃的感觉 他害怕爱的人离开自己 心里扭曲的他必须阻止这一切 他赶紧从抽屉里拿出沾满血的铁锤 想要敲死托尼将他留在自己身边 但憨厚善良的托尼告诉达默自己不会离开他 说自己只是去上班下个星期就回来 而达默也始终没能下得去手 说着托尼便走出了门 原以为一切都结束了 然而刚走的托尼再次敲开门 他想要进来拿自己忘带的钥匙 而这次达默却不会再轻易放他走 他冲进房间将托尼残忍地杀死 心爱的人就这样变成尸体永远留在了他身边 但这还不够 变态的达默还将他吃进了胃里 因为他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和托尼融为一体 接下来的日子达默变得愈加疯狂 惨死在他手上的受害者也越来越多 达默用一百块钱将男人骗回家 将他下药迷晕后便拿出电钻在他头上开了个小口 接着注入温热的酸性溶液 他要让受害者变为一具僵尸永远陪伴在他身边 达默开开心心地下楼准备买点酒水庆祝 而此时出租屋内的小伙子靠着残存的意识逃了出来 这一幕把邻居都吓坏了 他们赶紧带着他找到了警察 面对警察的盘问达默谎称小伙子是自己的男朋友 并且已经年满18岁 他只是喝醉了而已 当警察提出想要看小伙子的身份证时 达默却说不小心弄丢了 可即便如此的可疑 但在警察眼里一个30多岁的白人必定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于是他们便把达默两人送到了出租屋 警察一进门就闻到一股臭味 闻过的人都知道 尸体腐烂的臭味就跟腊肉腐烂的味道一样 达默谎称是自己冰箱里的肉坏了 明天会叫人来修 为了打消警察的疑虑 他还拿出和男人拍的裸体照片给他们看 但警察根本不感兴趣 他们提出要在屋内检查一番 达默顿势慌了 因为他的床边现在还躺着上一个受害者的尸体 幸亏两个警察生怕里面有什么不干净的病毒 便只是在门口随便看了一眼 并没有发现什么 他们让达默好好照顾小伙子便匆匆离开 而这个杀人魔则继续完成他的变态行为 整个出租屋内也随即传来电钻滋滋滋的声音 但只有邻居黑姐觉得这一切都是那么的不对劲 随后的日子他发现达默经常深更半夜带男人回家 通风口内也常常会传来男人惨叫的声音 他赶紧打电话报警 可警察却说上次他们已经来过 达默是个良民没有问题 让黑姐不要再浪费他们的时间 但通风口内传来的让人恶心的臭味让黑姐实在无法接受 他找到达默质问他都在家里干什么 那股味道已经难闻到不行 达默却每次都说冰箱里的肉坏 会马上找人来修 每次都有各种借口搪塞过去 无奈之下黑姐只能找到房东投诉 经过一整洞楼的集体表决 房东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他勒令达默必须在一个月内搬离这座公寓 达默一猜就是邻居黑姐干的好事 于是这天他登门拜访 想要黑姐撤回投诉 为了示好他还带了礼物 那就是自己亲手做的人肉三明治 可蒙在鼓里的黑姐根本不敢吃 但达默的态度却十分坚决 眼见黑姐不知好歹 达默准备动手将他解决 但此时他发现黑姐家的门是开着的 行凶计划也只能作罢 为了缓解抑郁的心情 达默再次来到同志酒吧寻找猎物 这里的人对他都很熟 只知道他是个艺术摄影师 晚上经常找人拍照 却没有人知道他来自哪里 杰夫说如果谁能跟他去出租屋随便拍几张照片 他就愿意支付50块钱 简单的套路熟悉的配方 就这样其中一个黑人小伙上钩了 他抢着跟达默回到了家 一进门黑人小伙就闻到一股让人恶心的臭物 这阴森诡异的气氛让男人十分害怕 达默赶紧将门反锁 而桌上带写的电钻则早已准备就绪 达默给小伙递上下了药的秘质小饮料 阴森诡异的气氛让他十分害怕 男人喝了一口感觉不对劲就表示想要离开 可达默怎么会轻易放他走 他花言巧语地哄骗男人再待一回 趁男人不注意他给人家戴上手铐 小伙察觉到这明显就是个变态 于是大喊救命 达默捂住他的嘴 两人随即扭打在一起 他赶紧将男人推倒在地上 立刻从桌上操起刀 将他逼到了墙角让他别喊不然就弄死他 随后他将男人胁迫到卧室陪自己看恐怖电影 他享受有人陪伴的感觉 但男人却发现墙角浸泡着装满尸体的塑料桶 他害怕得要死 想要逃跑却被达默死死地摁在床上 看着带血的床垫 他想到今晚自己估计是凶多吉少 集中生智的小伙决定驶出美男进 他带着达默来到客厅便开始搔手弄姿 但达默根本不感兴趣 又把他押回了卧室继续看电影 小伙轻轻抚摸着达默 正在达默陶醉的时候狠狠掐了一下他的天灵盖 起身便赶紧逃跑 可无奈房门早已被达默上了好几道锁 一时半会怎么也解不开 此时达默追了上来 然而黑人小伙人高马大达默根本打不过他 就这样男人逃了出去 他一连跑了好几条街 终于找到了警察 当小伙带着警察来到达默家 他却淡定自若地坐在沙发上 经过搜查 警察发现了他肢解尸体的照片 得知他是个彻彻底底的变态杀人魔 达默立刻被摁在地上 警察迅速封锁现场 多达15具的人类骨架 而那个塑料桶内则浸泡着三幅人体躯干 这是人类史上极其黑暗的一天 达默被判有期徒刑1050年 他的案件不仅震惊了整个国家 也给受害者们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和毁灭性的伤害 但即便犯下如此滔天罪行 他的父母却还想着怎么帮他脱嘴 达默的父亲高架请了一名律师 他们想向法官证明达默有精神病 从而逃脱法律的制裁 因为在19世纪 曾经也有一名变态识人魔将一名妇女开膛破毒 倒挂在横梁上 但最终那个杀人魔却已患有精神病为由 并没有被关进监狱 但达默却拒绝了父亲的提议 他明白自己犯下的是怎样的罪行 也愿意在监狱内服刑改造 识人魔达默虽然被捕了 但他却被受害者的家庭 带来永久性的伤害 痛苦以及精神上无止境的煎熬 他们常常会在夜里被噩梦惊醒 公寓的住户们也只敢在楼道里睡觉 而反观达默却没有太多的负罪感 在监狱内他会收到许多脑残粉的来信 他甚至像名人一样出售自己的签名 崇拜者纷纷到他杀人的地点打卡拍照 他遗留下的物品也被人们高价收藏 最难以置信的是 他的父亲竟然将他的恶行写成了一本书 为此还赚了很多钱 这一切让达默虚荣心爆棚 他当着狱友们的面 调侃自己手上的鸡腿就像受害者的手指 这一幕让监狱内的变态都觉得变态 终于有人看不下去了 在集体祷告的时候 一名黑人老哥袭击了达默 遗憾的是达默并无大碍 看着粉丝们寄来 以自己为原型创作的杀人漫画 达默欣慰不已 总而言之这样的人如果不死 那将天理难容 不久机会来了 这天达默正在打扫健身房 玉井却给他安排进来一个黑人 谁料玉井转身就偷偷离开 此时达默感觉不对劲 想赶紧逃走 却被黑人小伙拦了下来 既然法律无法制裁这个变态 那他将用自己的方式解决这一切 铁棍狠狠地打在达默的身上 就像当初被他杀害的受害者一样 他要让达默感受到那每一秒的痛苦 就这样食人魔达默的故事结束了 但更恐怖的是 这竟然是根据真实故事摆编